人民海军印马湖半潜船训练画面罕见公开 这是南部战区海军某作战支援舰支队开展的舰船转运训练 印马湖半潜船作为新型海上作战支援力量 是人民海军的特殊大型投送平台 拥有装载运输多艳化装备 以及海上抢修舰船的能力 具备碎形任务多用途范围广的特点 训练中印马湖半潜船克服了准备时间短 迹象条件差运输距离长等困难 连续辗转多个不同训练海域 圆满完成复杂条件下多种类型装备远距离转运训练 1月12号是南昌舰热烈三周年的日子 南昌舰新年已经开训了 那您怎么看南昌舰新年开训的表现 第一次看南昌舰还是海军节当日 一晃三年过去了 所以这次训练的很有仪式感 目前看南昌舰的训练科目一年比一年多 训练难度一年比一年大 而且出现在镜头中的这种频率越来越高 也说明自信公开透明 已经成了南昌舰综合训练一个重要指标 那这次训练都估计在远海要长时间进行 也最近我们去观察 它的训练科目包括训练难度都在逐渐增高 也说明海上多功能 全角色的大平台的这种角色正在逐渐增强 今后如果单舰能力逐渐提高 编队水平快速扩展 伴随航母作战的能力大幅度进步 说明这条件在未来作战任务中 它的使命和角色越来越重要 新年一时咱们的护航编队又出发了 这次已经是第43批了 而且我注意到在这个护航编队里 南宁舰是首次参加护航任务 为什么要派他 他在整个编队当中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如果没有参加过护航的舰艇 在护航编队中出现 那么就可以在护航中得到实战指标的训练 远海的护航和我们平时的训练演习场完全不一样 海域条件陌生 作战环境陌生 这个状态下适应远海环境能力就会快速提高 所以不同舰艇如果能够在远海地区 特别是在亚丁湾完成各种作战任务 说明对各种海域天候气象条件的适应 达到了实战状态 目前驱逐舰在整个编队中还是核心状态 但是要搭配很多帮手 像护卫舰 补给舰 要形成一个小而全 小而强的编组 这样才能够保障编队在海上长时间航行 另外编队中情况很复杂 各种突发情况随时有可能会出现 这样护卫舰机统灵活 就可以在整个编队中去应对多种状态 所以在整个编队中既有队长又有队员 还有辅助的一些要素 所以这个编队在远海要经受各种训练 协同聚合联合是整个编队不同作人舰艇的核心的这个词汇和重要动作 在这次海军的新年演训活动当中 有一型船大家都非常好奇 就是应马符号半前船 以前好像不怎么听说 这是一种怎样的舰船 这个船侧面观察像一个枣盆一样 就是船手很高 船位很高 但中间这个高度很低 像以前的码头装载 需要这个排队 而且需要在内部有很好的协调 装载效率 包括装载的这些工作量 有可能是不如人意 但如果使用半潜船 它可以潜到水下 比如像潜艇一样 降低甲板高度 这样就可以从大型部件的底部 然后让这些坦克呀 部战车 包括这个两栖的登陆作战装备 运到甲板上 所以它整个装载的效率会非常高 而且装载的工作量和强度也会变得更低 到了指定地区 又可以扶起 这样它的这个安全性 包括作战指标 依然能够保持 所以这种特种保战舰艇的出现 说明海军目前在舰艇行谱上 会进一步丰富 所有的短板将会全部拉长 所有的空白也将全部被弥补 这次海军的演训 可以说是非常的多样化 甚至还包括了部战车 还包括了破战分队 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演训呢 这次演训除了远洋的能力展示之外 那么近岸作战能力也是重点 像提到的破战 部战车 这些都是与两栖作战比起相关 比如登岛或者登陆作战 对方在海滩上 包括潜水中 都有各种障碍 水雷啊 包括各种其他的路债障碍 你必须要用破胀手段 把它全部炸毁 或者是这个全部拔掉 这样的后续作战分队 才能够快速突击 那部战车呢 肯定是两栖的 以前呢 是靠登陆艇 那如果部战车 包括两栖战车 具备很好的航渡能力 和行进间射击能力 这样火力打击能力 包括它的航渡速度 都会同步提高 对岸滩上的各种目标的压制水平 也可以达到非常理想状态 所以这次演练的是在 这个陆海之间 棕色区域所进行的各种作战能力 聚焦强国历任 直击强军征程 大家好 欢迎收看荣媒体周刊 力剑 在人民海军逐梦深蓝的队伍中 有一支隐秘的力量 他们神秘低调 极少在公开场合露面 却各个实力超群 在各自领域里都能独当一面 他们到底有什么真本事 今天我们一起跟随记者走进 海军某作战支援部队 认识一下这些深层不漏的深蓝高手 这艘造型独特的舰船叫半潜船 它马上要进行一场罕见的实战化转运训练 为了开展这项训练 这艘船已经激动进千海里 今天在这片陌生的海域 这艘半潜船将检验它的精准投送 多元保障能力 云雾苍茫山海相接 我现在在人民海军最新型半潜船 印马湖船的甲板上 这里距离海面的高度只有两三米 您可能会疑惑 什么是半潜船 是什么样的舰船甲板 能够让我如此贴近海面 如果此时切换到空中视角 您会发现这艘船的外形非常的奇特 两头高突 中部低腰平坦 在海上看起来呢 就像一辆平板车 这就是人民海军最新型 711型半潜船 印马湖船 弦号834 由于任务特殊呢 它极少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当中 半潜船也称为半潜式母船 同样带有潜姿呢 但它不能像潜艇一样 完全潜入水中 只有我所在的这块中部甲板 能够潜入水中 它的船首和船尾等部分呢 依然外露在水面上 甲板上这些高大的柱子 以及两端的水线标识啊 都显示了它能下潜的深度 最大呢 是能到6米多 下潜后 在烟波浩苗的海面上 这艘看起来只有船首和船尾的船 更像是两艘独立的舰船 中间的这块甲板啊 长度超过100米 30多米宽 足足有3000多平 是一个超大的海上移动基地 宽敞平坦 既能下潜又能上浮 具备这些特点的舰船 有什么作用呢 关键词转运投送 投送什么 如何投送 我们看啊 现在甲板上呢 是已经布满了这些吨木 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一马虎船 一起感受海上马车夫的转运训练 开始下潜进去潮 进去水分提降 观测情况分析 符合潜伏队条件 明白 开始下潜 现在呢 一马虎船已经开始下潜 我们看到甲板上是不断的有海水在涌入了 而整个主甲板距离海面的高度都不到一米 这个呢 是一个预前的状态 在距离我船 大约100米的地方 是有一艘小型的拖船 这是我们今天训练要用的转运拖船 那两船之间呢 是需要有保障小组来进行沟通的协同配合的 今天海面上是风高浪急按流涌动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能够进行安全的潜伏作业吗 我们看到甲板上的栏杆是也已经放下了 这是为了方便拖船能够移动到主甲板上 实际上一马湖船在每次进行潜伏作业前 都会进行精准的气象分析 根据预报呢 今天会在几小时候出现一个海况较好的气象窗口 现在呢 为了安全的考虑 所有的工作人员必须马上撤离甲板 航行通告 航行通告 海军舰正在进行军事作业 随着南方残伏 航行时保持五节以下航速 安全距离通过 半潜船开始逐渐下潜 中度甲板水深超过一米时 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海上游泳池 然而随着下潜深度越来越大 操作风险也越来越大 因为在高海矿条件下 浪涌能量很强 半潜船不断受到海水的撞击 船体摆动幅度也会增加 在剧烈的涌浪面前 船手和甲板就像杨柳细腰 很容易造成倾斜 甚至折腰等情况 因此 在船体注水过程中 船员们需要不断观察 半潜船的姿态 并随时将其调整到最佳位置 确保半潜船 稳性可靠 不发生轻浮 紧下潜的过程 就会持续数个小时 野筑铁工部署 转入刚才不同 现在我们看到水柱上的 湿水深度呢 是已经到达了四米左右的位置 那我们的硬马湖船 是已经接近下潜完毕了 根据转运物的不同呢 其实我们的下潜的深度 也是不一样的 现在转运拖船 也已经接近就位了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 细薄甲板和拖船 是大约齐平的一个位置 那对于这样几百吨的 小型的舰船来说呢 我们的硬马湖船 是采用了一种 服装服卸的方式 这是因为呢 拖船本身具备浮力 浮在水面上通过 拖拽能够移动到甲板上方 半潜船再上浮 将拖船拖出水面 这种方式呢 是能够节省人力物力 也节省时间的 现在海面上的 风浪比较大 小型拖船一直在 不停的摇摆边口 而且现在下起了小雨 战士们 马上就要将拖船 转移到甲板上 这个过程看起来简单 但实际上呢 不仅要时刻观察 拖船的相对位置 和服态等等 也要考虑看不见的 船体重心稳心 它需要战士们和 并把湖船一起 协同操作 才能够达到 人船合一 完美装载的结果 除了拖船这类 不具备远洋能力 又需要在 远海作业的小型舰艇 一些超长超重 但无法分割 调运的超大型装备设备 也是半潜船的 转运对象 同时 它单个航次 能投送数千吨的装备 和补给物资等 还可以在海上 救援受损舰艇 这么看 只要能装进 这块中部甲板的物体 半潜船都能拖运到家 在今天的转运训练中呢 我们的一马虎船 不仅要转运小型的拖船 还将进行三艘 带转载小艇的转运工作 我们看到现在 这一艘小艇 是已经固定在了甲板上 但今天海面上风高浪急 海况非常的差 这给装载作业 也增加了难度 作业艇正在用 满绳将带转载小艇 固定到甲板上 起初看似空空荡荡的宽大甲板 其实处处都是完成任务的重要保障 三根高大的柱子 不仅显示深度 也是定位柱 能用来参照位置 它还是带转载小艇上船后的支撑柱 在半潜船的指挥下 带转载小艇被四周的缆绳拉拽着 逐渐排队上船 和定位柱紧紧捆绑在一起 如果说装线一艘小型拖船 对一马虎船来说是初级作业 那多艘舰艇的同时装载 则将难度直接提升到了高阶 对于三艘艇的转运训练呢 它比一艘是更难的 这是因为小艇之间距离过近 很容易互相发生碰撞 同时它们三艘将会形成一个整体 摇摆时海水产生的作用力 也会影响半潜船 整个过程中 半潜船作为指挥船 需要时刻保持和各艇的沟通 这不仅考验了半潜船的指挥能力 对各艘小艇上的战士们 协同配合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整个装载任务 其实少不了一位重要的幕后功臣 就是几个小时都飘在海上的作业小艇 待转载小艇就位后 在关闭动力的情况下 唯一的依靠就是作业小艇 作业小艇机动灵活 不仅需要观察半潜船前后吃水 并协助带好首尾寄篮 还要在装载过程中 顶推带转载小艇 协助其保持航向 并进行安全制动 可以说功不可没 浪高最大时达两至三米 小艇摇摆达三十度左右 将让阵雨时不时一个大浪盖过来 停走人员全身湿透 鞋里都是海水 对停走人员体力消耗很大 造成头晕抖住的晕泉现象 虽然气象恶劣 但是我们停走人员 同心协力 同舟共聚 有信心 有决心 有能力完成每次任务 这一我船 平时严格落实 从南童言训练 是分不开的 随着使命任务的不断拓展 一马湖船也在挑战自身的战力极限 夜幕降临 一马湖船转移阵地 再次快速进入实战训练 今天在一天的时间里呢 一马湖船从熟悉海域到陌生海域 从一般的条件到复杂恶劣的边界气象条件 进行连续的转场装载和潜伏作业 今天晚上他还将进行三艘 待转载小品的装载和潜伏作业 这也是一马湖船在陆列以来 首次进行的夜间装载和潜伏训练 不能点放不能点放 现在还在几个摆来 两马湖船的涌浪 两拳来的叠加浪 可能会在请守护双备叠加 明白参长 明白参长 夜间作业的最大难度是在于能界度低 难以观察小品是否精准装载到位 这需要指挥小组和各个站位的人员 进行协同配合 那经过今天一整天的训练呢 战士们的体力和耐力都已经达到了极限 这也对战士们的体能提出了更大的讨厌 这些快点点声 点声赶紧换过来 这些下载人的身体去新闻 这些人都在在吗 对战士们的身体里面等于 每个人站在府纫帅上 这些是非常体重的 目的是 这些人都现在让他们做出了 这样的福音 就在身体里面等于 我们的目的是 上湖结束后已至深夜 然而战士们还无法休息 他们马上开始了固定转运舰船的工作 这必须在半潜船再次航行前完成 以保证转运舰船在航行时的稳定 此次训练海区指纹气象条件恶劣 在全体官兵的努力下 我们首次完成了夜间大风浪条件下 潜伏装载某型舰船 实现了海军半潜船作业新突破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作战海域环境条件的研究和探索 不断突破实战化训练的限制条件 以提高自身能力适应战场环境 海军半潜船是大型的海上投送平台 具备承舰制整体投送武器平台的能力 战略地位特殊 入列以来 一马湖船始终把加快战斗力生成当作首要任务 它转运物资装备实际上就是直接投送战斗力 自身更是精准投送多元保障的战力支撑 那么被称为杨柳细腰的半潜船 稳定航行的秘诀是什么呢 我现在是站上了船尾驾驶室外的这个走廊 从我所在的位置往下看呢 光是到我们的装载甲板就已经有十几层楼那么高了 更别提还有水面以下的部分了 而在我的头顶上方呢 还有安放雷达等设备的楼层 因此在人民海军的舰艇里 一马湖船的海拔也是数一数二的 其实如果仔细看会发现 一马湖船的船手有一点上翘 而后面船尾的吃水深度要更大一些 那和一般的舰艇把主要功能区集中在船手不同 一马湖船为了要给装载甲板腾出空间 把大本营集中在了船尾 所以船尾也就承担了大部分的重量会更重一些 这也被称为是尾楼船型 那整船的重心都集中在这么高的船尾 还要上浮和下潜 怎么来保证船体的稳性呢 这里呢就是一马湖船的驾驶室了 可以看到整个空间非常的宽敞 那这里也是指挥中心 所有的指令都从这里发出 而在我身旁的这个站位呢 就是控制半潜船下潜和上浮的主要控制台 我们操作人员就是通过预先制定的压排水计划 精准控制压载舱的进水和排水 从而实现我们半潜船的下潜和上浮 半潜船的潜伏作业是一个随着吃水变化 稳性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 装载了货物以后 船和货是一体联动的 船体的稳新高度都会发生变化 而一马湖船底部的数十个压载水舱 每一个都有进出水拔门 通过进排水来调整舰船姿态 此外一马湖船还装备了实时监测控制系统 保证船体在纵向横向的稳性 以及船体强度 有利保障安全快速作业 由于海水的盐分非常多 转运结束之后呢 我发现我们甲板上的很多吨木的汗缝连接处都已经有了秀气 那现在呢战士们正在甲板上拆卸这些吨木 部门长您好 我们这些吨木都是使用焊接来连接上去是吗 是的 我们每次通过焊接来使这些吨木来固定 防止吨木的移位 同时我们通过焊接 吨木在船的四周固定一圈 防止这个货物的移位 起到一个绑杂固定的作用 那这些吨木 我看它之前放置的位置也非常有特点 它有什么讲究吗 每次我们运的货物不一样 船型的底部的形线不同 来进行制服设计 放置在指定的位置 你看我们每次摆放的位置 白线都是不一样的 通过甲板划线确定吨木的位置 来进行焊接 在大风浪的情况下 我们能持有一个固定支撑 加固和缓冲的作用 看起来简单放置的小小吨木 原来至关重要 一马胡船每次出航 吨木都是量身定制的 因为吨木的接触面大小布设位置 和舰船龙骨的受力点一一对应 才能保证和艇体严丝合缝 而且由于转运舰艇 底部的材料不同 吨木使用的材质也不同 因此吨木的设计安装非常关键 它影响着整个任务的完成 小到吨木揽绳作业艇 大到航行指挥协同配合 一切的工具方法 都是官兵们一点一滴摸索试验出来的 从边探索边训练到全时代战 随时能战 一马胡船不断提升实战能力 成为海军作战支援舰艇融入联合作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和一马胡船这样的小众船只相似 还有很多海上一线作战支援力量也显为人知 他们虽然小众但本领出众 不直接参与作战 却担负着必不可少的辅助使命任务 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记者探访人民海军远洋战舰阵阵容背后 这支神秘的支援力量 航标船把测量出的重要爱航物和航道在海上指引出来 就像在耕海 重架的一枚枚航标能够帮助舰船安全航行 南标467船就专门负责布撤海军专用航标等任务 也是南部战区海军唯一一艘航标船 两头高中间低的设计 也是为了能增大甲板作业面积 以便携带更多的航标 航标是在海上常见的一种指示标志 直接关系到舰船海上航行安全 我们通常在港湾茅丁入口 沿海航道两侧 以及水下危险物附近等处见到航标 而在海面上看起来很小的航标 底部其实非常大 舰行航标布设作业是重达几吨的航标 必须使用船头的吊机才能把它吊放到海里 而且通常会配上一个更重的陈时用来固定航标 有了航标 海上航道更加安全通畅 战舰使向深蓝的航程也会更亮更清晰 而点亮深蓝的航程还需要一名助力官的首肯 在码头拍摄的这几天我发现有两艘军舰是一直忙活在水面上 其中有一艘呢还是消磁船 这个可是舰体的移生意味 那经过去时呢我现在准备前往一探究竟 我现在在南勤207船的甲板上 这里随处可见的呢就是这些电缆车 上面有一圈圈直径不一的电缆 电缆呢也是消磁船的最重要的设备之一了 但有的电缆车已经空了 这是因为在距离我船大约100米的地方呢 有一艘被消磁船072A型登陆舰 它已经完成了几天的消磁作业 那我们可以看到船身上一圈圈黑色的消磁电缆 为什么要给舰船消磁呢 因为所有舰艇在航行期间 受到地球磁场和装卸大型武器装备的影响 长此以往本船的固有磁场会被扰乱 这样一来不仅会影响船中罗巾等磁性设备 还影响了一些武器装备的打击精度 战时也容易受到敌方武器攻击 因此所有舰艇都需要定期接受消磁作业 现在我身后的战士们已经准备完毕 他们将前往对面的被消磁船 对它进行截览作业 在实际进行消磁作业的时候 战士们会把消磁电缆在水平和垂直方向 都缠绕在被消磁舰船的船艇上 通电进行消除 被消磁船的位置 方向以及线圈的间隔距离 缠绕位置都需要精密计算 南行207船也可以在海上自己给自己消磁 非常激动灵活 我国对不同型号的舰艇 使用的消磁手段也不一样 随着现代海军的辅助舰船 分工更细 任务更加明确 各类舰艇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海上最丰富的资源是水 我们有冲突的海水 最稀缺的资源也是水 淡水极其匮乏 补充我们赖以生存的淡水呢 就是补充生命力 补充战斗力 再回身后呢 就是南水965船 我们看到啊 在中部甲板上有这样一个个的舱盖 而在它的底下呢 就是一个个淡水舱 虽然全船能够一次性补充 几百吨的淡水 但是如果时间变长 很容易导致细菌污染变质 或者口感变差 因此船员们每次执行任务 都会对船进行全面细致的检查 并且精准地计算 各个淡水舱的补给量 确保补给顺畅和淡水的质量 我还能看到啊 船上各处的阀门管道 都保养得像崭新的一样 如果不是船员们告诉我 我都不知道这艘船呢已经服役了二十多个年头了 它一直默默担负着我国 近岸岛礁海上舰船的淡水保障任务 在海上除了淡水 燃油也是必不可少的资源 作为和补给舰一样 能够提供燃油补给 但是吨位较小的辅助船 南游972船 一直担负我国近岸岛礁海上舰船的燃油补给任务 如果说中甲板上这些粗细不易的管路是人体的血管 那在里面流淌的油料啊 就像是血液 而在这个油舱盖底下 是一个上千吨的血库 运输时 船员们不仅要尽量减少损耗 而且相对其他补给任务 油料运输的安全要求也更严格 水船油船这一类中小型补给舰船 虽然吨位较小 但是激动灵活 在执行任务时 他们还担负着战备值班 警戒跟踪等使命任务 信息化条件下 海上局部战争是拼消耗比技术抢速度的战争 油水补给弹药补充 战伤救护等作战支援能否有利 直接决定战争胜负 海上补给能力的强弱更是战舰战斗力生成的关键要素 随着我国大型综合补给舰的诞生入列 人民海军远洋综合作战支援能力大幅提升 这里是南部战区海军某军港码头 在我身旁停靠的是人民海军最新型901型 大型综合补给舰茶干湖舰 补给舰最多 能被称为航母超级奶妈的只有901型综合补给舰 它是为远洋舰艇编队量身打造的综合补给舰 突破了新型海上补给装饰研制 大型综合补给舰 总体设计建造等一系列的关键技术 补给能力更强 自主研制能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是伴随航母编队进行作战补给的专用快速补给舰 可装载弹药食品以及多种油料数万吨 具备横向纵向垂直并靠以及夜间补给能力 能让一支航母编队续航力提高近万海里 自给力大幅提升 可以说是我国多年补给舰研发建造和使用的极大成者 本领超群却不露锋芒 从基础保障到实战化训练 更多新型辅助舰船相继入列 不仅为舰队行动提供了可靠的基础支撑 也将助力人民海军深蓝舰队走得更远更好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